网红时代崛起 为了让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保持新鲜感 他们必须定期发布创新 又能够吸引眼球的内容 例如照片 除了早前流行的自拍大头照 现在的趋势 更趋向于人和警都纳入议题的概念 国内一名女子时常在社交媒体上 上传她在国内外旅行的照片 为了在热门景点避开人群 她甚至会在半夜四点起来准备拍摄 她的一些作品还因此登上了国外旅游杂志 一起去看看 摄影有强大的力量 无论是呈现人道主义危机 还是记录濒临动物 通过画面提升人们的认知 讲述看不见的故事 美国的摄影师格雷格 拍摄一个名为七日垃圾的作品 提醒人们垃圾污染的问题 以及资源回收的重要性 画面可见人们躺在垃圾堆里 这样的场景冲突值得令人好好的反思 英国摄影师迈克肯纳 2007年在韩国松岛拍摄了一组松树 这个系列作品被用在一次环境保护行动上 最终这些树木得到了保护 另外她在日本北海道拍摄了名为 哲学家之树的作品之后 当地因此迎来过多观光客 当地人生活受到影响 导致农民不得不把这棵树给砍了 如今无论是专业摄影师或是摄影爱好者 几乎都会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照片进行宣传 他们就像每天在开画廊吸引粉丝注意 幸运的话还会获得厂商的赏识 带来商机 随着智能手机和智能相机越来越普及 性能越来越好 网红Insta风这一句话在网络上 是形容融合了各种创新思路和摄影技巧 而诞生的新风格 我国有一名女子同样喜欢旅游 更喜欢摄影 她旅行的时候会自带摄影机 脚架 布置这些为了让画面更加丰富 除了准备好应景的衣服 还会佩戴首饰 戴上道具 例如行李箱 草帽 雨伞等等 她通过视频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自己在旅行的时候 为了在一些热门景点避开人群拍出美照 她会在半夜四点起来 我都是一个人去进行拍摄这件事情的 所以我都是会选择凌晨 或者早上的时候去进行拍摄 因为第一 凌晨的灯光是最好的 然后人潮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用三脚架拍摄的话 没有那么尴尬 为了找个好角度 她更不惜摸黑 翻山越岭 这个楼梯是那种一片漆黑 然后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 然后我当下的感觉是 其实真的是挺恐怖的 然后我就是拿着锁电筒 然后就是慢慢地爬下去 刘宝毅说 其实我国也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例如黑风洞 天后宫 独立广场 武吉丁仪 法国村等等 她的一些作品也被刊登在国内外杂志 包括日本旅游杂志 国内的航空公司杂志等等 一些外国的摄影爱好者也主动联系她 找她推荐好景点前来我国进行拍摄 无论如何 一张美照的背后 可不仅仅是打扮得漂漂亮亮那么简单 付出的心血 精心构思 付费修图软件 调色 繁琐过程缺一不可 NTV7许文杰采访报道